来 菲尔老师 老师哪些星座的人 很适合谈异国恋曲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 哪些星座的朋友 特别适合谈异国的恋情 那么我们这个排行榜里面 有三个星座 请大家来对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幸运中奖 那么请大家参考 太阳已经上升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 适合谈异国恋曲的是 双子座的朋友 双子座我们的小节 太阳星座是双子座 来 什么原因 适合谈异国恋的原因是因为 双子座本身的个性 就是非常的活泼 而且不会排斥 像我们刚刚小节举他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活泼的人 那双子座对于男朋友 或者是说对于异国的男朋友 或男性或女性 基本上他们觉得说相处交往 他们都不会排斥 而且他们觉得 跟不同的国家的人相处交往 那么也许能够为自己 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 增加更多的浪漫跟乐趣 那么他们并不会排斥远距离 或是不会排斥不同信仰 或是不同国籍的人 因为他们本身的个性就是活泼 他们觉得说 多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人认识 能够为自己的生活 带来更快乐的这个因子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 也非常适合谈异国的恋情 就是双鱼座 我们刚刚阿蒋有提到说 你老公是双鱼座 双鱼座适合谈异国恋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幻想 而且他觉得感觉异国恋比较浪漫 其实双鱼座不管男生女生 对于异国的恋情 也许会受到童话故事 或者是说一些偶像的一些故事 的这个情节的这个影响 他们觉得说 跟不同国籍的人谈恋爱 或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人谈恋爱 感觉上那个气氛是非常浪漫的 非常童话的 非常罗曼蒂克的 所以双鱼座的人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他们在谈恋爱的职偶的部分 也许会有一部分的时间 他们觉得说 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异国恋情 或者是金法碧眼的对象 或者是说不同种族的人 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浪漫增添乐趣 这个部分他们是喜欢幻想 在我们看第一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是这个星座的话 也非常适合谈异国恋 是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喜欢谈异国恋 或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天生就觉得说 想要嫁给外国人 或是想要娶外国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可以移民了 射手座的部分 他本身非常喜欢玩乐 而且非常喜欢遨游世界 可以也喜欢去探索一个新的国度 他们觉得说 如果能够长期的去探访一些 他们喜欢的国家的话 那么能够嫁给外国人 这是一个最方便而直接简单的事情 那么结婚了以后 就可以更花更多的时间 来去体验外国生活 或体验异国民族的 不同的生活的情调跟乐趣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 双子座 双鱼座 以及射手座的朋友 都非常适合经营异国的恋曲 也会非常的顺利 给大家多参考 好